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我想啊,这个细心的好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咱们这个书馆啊,每段书的时长有了变化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呀,把这个书的时间提升到这个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 这样呢,就能把一段故事完整的叙述完 咱们呀,尽量不把一个事件或者一场战斗分为两部分讲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也尽量的找一些相关的图片呢 文献呢,以及画像啊,地图给您贴出来 让您在听书的时候啊,有更好的代入感 那么这么一来呢,自然日更,我就可能做不到了 不过您放心,我肯定不闲着 一定是加班加点的把书录出来奉献给您 得累,咱们几句闲言勾开,咱们继续说书 前文书啊,咱们就讲到这小河卓亲自率领着三千骑兵来解库车之围 这样呢,前后加起来啊,这大小河卓派到库车城的援军就有六千 当然了,这会儿啊,前方派来的三千人呢,已然被消灭了 就连这个小河卓亲自带来的三千援军呢 在一场敖战之后,也只剩下六百来人仓皇的逃进了库车城当中 咱们前一段书呢,这标题就是鸟枪啊,它打不过弓箭 在勋章人看来啊,这是有位常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认为这个冷兵器也是万难战胜热物器的 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可以跟您稍微的解释一下 这个大规模的草原骑兵作战啊,其实要的是速度 当时的枪支啊,装填速度并不如搭弓射箭快 所以这大小河卓的援军才吃了亏 还有好朋友说啊,之所以这蝉回打不过八旗 那是因为啊,这些蝉回都是农民武装 而且这兵力上也不对等 关于这个民兵一说啊,我有不同的看法 据校庭杂录记载 霍奇战来就率最精巴拉鸟枪八千 由阿克苏之隔壁捷径而来 您认为这个来圆珠库车城的都是一些个农民军 哎,或者说呢,是乌合之众 实际不然,人家自己认为啊,是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 关于这个巴拉鸟枪啊,我得给您解释一下 这巴拉鸟枪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单兵火枪 是16世纪奥斯班帝国流传进中亚的火器 也可以说呀,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单兵火器之一 并且呢,这个校庭杂录所在啊 当时啊,出兵两路来源库车城的也不是6000缠回 而是8000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 这8000人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骑着大碗马 在装备上啊,是优于巴奇兵的 在这场战争以前呢 实际上霍奇战呢 已经派了两股侦察兵来侦察清军的动向 在前方说,这两次侦察呀 我们也提到过 这牙耳哈善给乾隆皇帝奏报说呢 都打跑了 实际上侦察兵就是这样 你放跑回去一个 那人家的侦察任务也算是成功了 所以说呢,有7000多清军围困库车城 这个清军军队的数字啊 小合作获敌战 那惹定是知道的 所以说呢,这个孝庭杂禄所载啊 他带了8000人来啊 那是完全贴谱的 他又不是傻瓜 他不可能带着比敌军少的部队来解库车之围 之所以这8000精兵打不过巴奇呢 那有很多原因 那其一呢 就是让他们人为的把这8000人分成了两波 从两个方向杀向了库车 从东面来攻库车的这支部队呀 3000人首领啊 就是阿卜都哈里克 因为啊 他急着要救这城内被围困的兄长 所以说呀 他并没等货基战率领的另外3000人 到来之后两面夹击 而是提前发动了进攻 这样呢 第一波攻来的 那就只有3000人 这样反而凸显了清军兵力上的优势 导致了小合作货基战 兵源库车计划的失败 在这儿啊 咱们得重申一遍 这是个重点啊 直到这小合作趁乱逃进库车城当中 清军大营里啊 上至敬礼将军雅尔哈善 下至何英重将 都认为这个小合作货基战呢 逃回了喀什嘎尔或者是叶尔枪 谁都不认为这小合作呀 趁乱跑进了死城库车 那么清军这边呢 眼睁着 看着这个援军呢 几百人退进了库车城当中 那没办法呀 讨敌骂这人家肯定是不出来 任你在城外喊破喉咙啊 城上是一个人没有 也不搭理你 这么一来呀 在雅尔哈善以及自己的手下还有这帮缠回归顺来的何卓伯克们做了牙花子了 现在这库车城啊是什么状态呀 我不知道 因为学徒我没去过库车 不过史书记载以及当时啊 宫廷画师所画的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当中所显示的库车老城啊 一山而建并且成员高大是以这个沙土洪柳之堆住在一起夯住而成 那人家守城的人不出来你又攻不进去 这大军呢只能在城下白昊时日 这清军来到南疆平定大小合卓之乱 遇到的第一座城池库车就陷入了僵局 这和颜已对朝廷和颜已包圣恩呢 就在大家都愁眉莫展之际啊 这小合卓祸及瞻的昏招又来了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 这城外的清军呢并不知道城内守军现在最大的手子 就是他们的新任巴图尔汗小合卓祸及瞻 这会儿啊就看出这小合卓 他眼皮的钱没有见识也没有什么真本事来了 这小合卓呀他一不闭门固守 二不想办法啊杀出重围 他竟然想啊凭借着自己守城的一千多骑兵 出城啊要击溃清军 就在这个小合卓祸及瞻进德城去的第三天 也就是6月18日的一大早 这会儿的库车城啊四门大开 只见呢城内的一千多守军 骑着战马手持鸟冲 从这个四个方向啊冲出城门 并不是夺路就跑 而是直接冲向了清军大营 远了呀就开枪 进了就拔刀 这八七军一看呦 这一千多人瞅这意思是疯了呀 那既然你们来突袭了 那我们也得还击呀 于是呢这鸟枪弓箭呢一通打 那您想啊这一千多人还禁得住这个七千多人围着揍吗 那打不过呀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往城里跑 这往回一跑不要紧呢 出来的时候您想想啊 这大军出征的时候肯定啊是有队形有阵型的 那肯定是这鱼冠而出 哎向清军部队冲杀 这往回一跑啊可就完喽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溃军呢他如潮水一般 一下子就卡在城门了 还好啊城上啊有人用这个鸟枪弓箭掩护 这清军呢虽然人靠不上城门前去 可是这炮子弓箭他不饶人呢 在后边啊就一动猛开枪猛射箭 战争结束以后啊 一点数这一场战事下来呀 清军阵亡十一人伤四十三人 这缠回部队广是死在城门外边的就有二百多 这牙耳哈善呢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当中就这样说 说此一战伤敌慎重 城内昼夜哭声震动 这一战呢这个小合卓啊算是真死了心了 城门紧闭啊闭门不出 这牙耳哈善呢紧接着几天指挥人攻城 也是攻城不下 这么一来呀虽然看出了城内小合卓 指挥军队的无能 也看出啊城外的八七军将领 敬立将军雅耳哈善 哎书生之气来了 那既然这城啊是久攻不下 干脆呀咱们就围城 围你个水泄不通 围你个弹尽粮绝 于是打这天开始啊 这大帅雅耳哈善呢 还就不出帅营了 每天就和自己的幕僚啊 下下棋啊喝个酒啊 他不着急啊 那可有着急的 谁着急这何营重将着急啊 您这雅耳哈善呢 是这个文臣出身 哎您沉得住气 这些将军们可不行 他们深知啊 若是一物战机 这朝廷这皇帝怪子下来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到时候您主帅把责任一推 这掉脑袋的 是哪个倒霉蛋可就说不清楚了 就在这雅耳哈善 消极应战之际啊 有人可就给他来出主意了 据这个校庭杂路所在啊 库车城骑成一山岗 用柳条沙土密住而成 炮弓不尽 时提督马德胜 现决地道之际于城北 一里绝入 哎要我说呀 这主意不错 这军中啊 有位提督叫做马德胜 这马德胜啊 看这库车城 兼顾南宫 所以呀 就给这个大帅出了一条祭祀 说咱们呀干脆绝子兵吧 据末将观察 在这库车城一里之外呀 有一座沙丘 这座沙丘啊 正好挡住城中守军的事件 咱们在沙丘以后啊 派人绝挖地道 不就是这一里地吗 我想很快就能挖到城里 到时候这末将帅 一支骑兵攻入城内 这样就能拿下库车城 这大帅雅耳哈山一听啊 是个主意 那本都帅令 令提督马德胜 帅本部人马去绝挖地道 哎 这么一来 这马德胜啊 他比这个大帅雅耳哈山还高兴 因为他现在祭祀呀 被这个大帅接受 并且采纳了 一旦这库车城啊 城破之时 那必定就是奇功一箭 所以说这马德胜啊 帅领本部兵士去挖地道啊 干起活来 那是非常的卖力的 哎 要不然是说啊 这人心不足的蛇吞象呢 广是这马德胜 他想立军功吗 这大帅雅耳哈山呢 也想借马德胜这条祭策 在功劳簿上啊 记上一笔 在这个帅仗之中啊 这大帅雅耳哈山抱转一算 这地道啊 挖的可差不离了 于是他就决定啊 要亲自视察视察 那么说你视察 你白天去不就得了吗 不见 他晚上去 大张旗鼓的帅领了自己 亲随马便以及幕僚团队啊 挑着灯就来自了沙丘后 他一看呢 这士兵都休息了 说你们这不能消极代工啊 得挑灯夜战呢 于是啊 就挑起了灯火 让这些士兵加班加点的挖地道 他这一折腾不要紧呢 可就忘了灯火管制了 哎 城上的敌军可就发现了 这帮人大夜里的不睡觉 在城外沙丘后边 嘀嘀咕咕 挑着灯干嘛呢 哎呀 不是在挖地道吧 于是这城内啊 就有了防备 冲着个城外沙丘的方向 城内就准备下了蓄水池 这地道啊 刚一挖通 这城内可就放了水了 把这水渠的口啊 可就引向了地道 这一下子可算是啊 灌了耗子窟窿了 可怜的地下这帮爵子兵 就全部淹死在了地道当中 雅尔哈善不但不反思自己的失误 他还把这责任一推 六二五甩了个干净 他说呀 这城内守军缠毁呀 过于狡猾 并且这马德胜挖地道 我做事不密 所以呀 才没成功 这废了功不说呀 哎 还损了兵 得了 咱也别废纳劲了 咱们继续等吧 继续困着他呀 水枯凉结 这凉结不结的呀 咱们不清楚 哎 这水看样子城内是不缺 要不就 怎么有水灌你的地道呢 这清军大营当中 比起这些将官 还有更着急的呢 谁呀 那就是投靠了清军的 原库车城 博客恶队 当年呀 这阿姆尔撒纳 圈库车城的这些 缠回首领啊 投降自己 是一起犯青 这恶队一看 那惹不起他呀 于是呢 就带着自己的一个儿子 离开了库车城 到这个清军大营当中 去投军 这恶队他有个琢磨劲 这么一来呢 也算上是一举两得 留下自己的亲信亲戚呀 还有自己的老婆 带着其他的孩子 留守库车城 自己呢 带着一个儿子 到清军中去投军 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呀是认定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呀 自己眼投了最粗的那条腿 那惹定是长在 乾隆皇帝的跨骨轴子上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阿姆尔撒纳虽然平定了 这大小合拙又烦了 并且呀 他们凭借着自己合拙的身份 宗教的势力 占领了库车城 往这个库车城里 派了自己的心腹 做了库车城的城主 恶队合拙 他着急呀 自己的家人 亲戚 亲信 可都在啊 库车城当中 大军呢 来的路上啊 他们就已经发现了 这城里呀 已然对恶队家族的人呢 动了手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呀 在路边 这恶队合拙 发现了自己 三个亲戚的尸体 自己的妻子 儿女 这会儿在城里 怎么样了 这恶队合拙 是完全不知道 别人呢 还在其次 自己的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当然了 也有这个史书记载呀 是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和那个年轻漂亮的 小媳妇啊 可还在城里呢 书中代言呢 这会儿的恶队合拙呀 虽然已经是个 四五十岁的老头子了 可他这小媳妇啊 名字呀 叫做热衣木 长得呀 是又狗狗 又丢丢 这库车城被围 城内城外 失去联系 这恶队合拙 一天到晚 这心里不做主 这不放心呢 即便这样 他还不忘了 给这个大帅 雅尔哈善出主意 据史书记载 新祥回幕 恶队告约 与云困兽游斗 今货极战 因守卫城 实力已尽 必不做而代赴 其必成我不备 以免托之 反其巢穴 整兵赴来 其事未可亮也 进城西未干爱曼 水浅可涉 又有山北口 要路通隔壁 走阿克苏 若约二路各伏兵一千 则贼囚成秦义 要说呀 这恶队合拙 给这个亚尔哈善 出的这个主意 那真可谓是 老城持重之谋 他说现在 咱们虽然把这 库车城团团围住 这城内的贼兵啊 若是孤注一掷 往一个方向突围 咱们呀 还真是不好拦 尤其是城北 这城北 有一条小道啊 是通往阿克苏的 这么走啊 虽然比较绕弯 但是啊 很可能敌军 选择这条道路 还有就是城西 城西的未干河 前一阵子闹山洪 咱们借着水势大呀 还淹死了不少敌兵 可是这会儿啊 水已经退下去了 这敌人很轻易的 就能逃过河 逃过河以后啊 就是通往叶尔枪 喀什噶尔的大路 咱们呀 在这两条路上 各埋伏一千人 到时候 一旦有贼兵突袭出城 城下的士兵 一旦拦不住 路上埋伏的士兵 也好截杀 这亚尔哈善 听完他的计策之后 琢磨了琢磨 说不行 这七千人围住一座城啊 本来就不富裕 你再给我分走两千 那这城就更围不住了 我看啊 还是算了吧 干脆呀 还是留着人 守在各个城门外 也就得了 这恶队一听 这个气就别提了 我的计策 你也不听 你也不攻城 我看在城内 我的家人呢 是凶多吉少 这事啊 就是这么个事 好事多磨呀 这坏事就怕念叨 你这念叨念叨啊 往往就成真了 恶队伯克呀 在城外召集的时候啊 这城里边 他的亲人们啊 那还就真出事了 据西域建文路所在 霍奇战入库车 愿恶队之不负己也 烦其亲属进行诛杀 哎 这小合卓呀 真对得起恶队 所有恶队的亲戚也 一个没留 是全给杀了 那么这恶队合卓 最担心的老婆孩子 怎么样了呢 其妻一热幕 亦被货 方少外 霍奇战 战于那之 一热幕不从 因父亲二子一女 抛城下 扑杀之 困一热幕于高楼 日加迥辱 也不知道 这小合卓 货奇战 当时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这城外边啊 大兵家境 这库车城啊 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可倒好 他在城里边啊 他看上了 恶队合卓的老婆了 恶队合卓的妻子 一热幕 这会儿啊 方少爱 这方少爱的意思 就是说呀 这会儿还很年轻 那长得呢 自然是美颜动人 这小合卓呢 就想把她弄到手里 做小妾 当她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她可没想到 这位夫人呢 是个罕见的刚烈女子 无论如何的威逼利诱啊 夫人是誓死不从 求之不得呀 这小合卓恼羞成怒 于是就犯了混蛋劲了 她把这个恶队伯克的媳妇 和这个两儿一女 也有说啊 是两女一子的 一同啊 就绑上了 这库车城头 她又问了一声 一热幕 你到底是答应 不答应 这夫人呢 她当然还是不从 于是这小合卓 就命人在这妈妈的眼前啊 把她的三个孩子 扔到了城下 扑杀了 我看这要是搁别的女人呢 即便是还不答应 肯定也是吓傻了 可是啊 这一热幕夫人不一样 仍然是骂声不绝 笑亭杂录上说 这位夫人呢 长得漂亮 并且方绍爱 说她呀 还很年轻 实际上呢 她即便再年轻 您算起吧 她至少啊 为这个恶队伯克呀 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 再年轻 她能年轻到哪去呀 所以说 这小合卓这么做呀 一是混蛋 她色心大起 其次呢 也就是想把这些事情啊 传到这个城外 恶对伯克的耳朵里 气不死你呀 我也要恶心死你 谁让你这清君一来 你就投克了清君 而不依附于我呢 她一咬牙呀 杀了人家的孩子 并且也不准备 放过孩子的妈妈 把这位女子 关在了一座高楼上 是每天凌辱 至于是如何凌辱啊 您自己去脑洞 我也不便细说 总之是想尽办法 是百般折磨吧 至于这位夫人的故事啊 以后咱们还会说 您放心 她大难不死啊 后来逃了出去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的丈夫 就在围城大军当中 所以呢 她并没到这个清营当中啊 和这个恶队父子会合 而是跑到了阿克苏 那么现在城外 清君的洞乡又是如何呢 这会儿的雅尔哈善呢 他认为 整个清君大部队 已经把库车城 围得像铁桶一般 破城啊 是早晚的事 并且这两天这酒啊 喝的就更多了 因为他有喜事 就在大军围城之际啊 突然的有一天小校来报 说在营外 有一队馋回啊 要求见大人 这让进来之后 一问才知道啊 是这个赛里木 新任伯克 阿瓜斯伯凯派来的 他们呀 把这个原来霍吉詹 派到赛里木的伯克 给抓起来了 这阿瓜斯伯凯啊 是大家推举出来的新伯克 他们来是干嘛的呢 是投诚 他们把这个小合着 派过去的这个伯克阿里 捆吧捆吧 就送到了清君大营 并且呀 跟这个雅尔哈善的奏称 说我们那儿啊 一共有五百户缠回 都愿意归顺大清 那这事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啊 就在营中啊 联合了几天的庆功酒 这装酒的酒碗呢 还没等凉了呢 这好事他又来了 从这个沙耶尔啊 又来了一对回众 领头的啊 叫阿三 您别乐啊 这个哥们啊 他的韦语名字 他就叫阿三 他在家呢 他既不航三 也不是印度人 那他干嘛来了 他说呀 我们这个沙耶尔啊 有三百余户回众啊 也要归顺大清 这雅尔哈善一听啊 就问了 说你们怎么着 也把原来那儿的 这个反贼伯克给杀了吗 或者是捆吧捆吧 给我送过来 阿三说呀 不是 我们那儿啊 他也确实有一位 这大小合卓派过来的成主 不过呀 听说这个大军来袭之后啊 这孙子挟着家小跑了 我呀 本来是那个地方的宗教领袖 现在呢 这个没有成主了 大家就推举我来头大清 这雅尔哈善听完之后 更高兴了 那自然是接着再喝了 就这样啊 这清军营中啊 是每日饮酒 疏于防范 就因如此 才让这小合卓 是趁夜逃走 乾隆皇帝才要怒斩 雅尔哈善 我家就推荐了 我家就看了 我家就看了